欢迎来到狐皮同学我问你体温测量篇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玉头 在疫情期间我们都需要测量体温后再进学校 但每个测量方式都五花八门 等一下让我们来看看五种最让人讨厌的方式吧 第一种直接入过行 我们还要练体温了 不用啊 太麻烦了啦 赶快走啦 第二种永远找不到位置型 这台真是坏掉啊 怎么都练不到体温啊 第三种有人想跟你合造型 有人想跟你合造型 第五种没带学生阵型 不会吧 该不会没有带学生阵吧 哦 真的没有带到耶 每天进入学校时一定记得先到体温测量移前测量体温 为了能更快速完成测量体温可以先准备好学生阵 如果没带到学生阵请致虎皮同学搜寻数位阵 在LINE打开先搜寻虎皮同学 如果没有虎皮同学的LINE请同学去学校官网加虎皮好友 打开虎皮搜寻数位阵会出现QR Code可以用来代替学生阵 而QR Code效力只维持一天哦 在体温测量移前有一个小方格站在里面即可完成测量 如果依旧侦测不到往前沾一点就可以完成啦 在完成测量后拿出学生阵或是虎皮同学的数位阵刷完即可完成测量体温 补充说明前面有同学在测量体温时请勿站在同学后面 这样体温测量仪也会侦测到后面的人 为了不浪费时间在测量体温上只要达到上面几个要点 就再也不会觉得量体温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咯 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都要做好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的防护措施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